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现在是中国发展那么紧快的各个行业都需要好多人才支持一些研究生或者博士生之类的 他可能他的学地很高 他可能就就业的时候就不会选择一些生育低一点的 所以这只是他个人选择的一项第二项 可能说他的这个就业第一就代表了什么 陆远达或者他 学校招呢 校招呢 肯定不会是什么好的 所以北大清华 就算是他们没参加校园招联 但是他们有一种 就是在中国的话 在韩国我不知道看不看中文体 就是在国内的话 或者你要看中文体 就是你的学校越好 你一定要找到路 如果一个人他真下定决心努力了的话 然后努力沉淀一下自己的话 不会做的特别差 一些学生的经验 然后像我们研究生今年是第一届 第一次开始 90后的 主题文化休闲空间 做平稳的那种工作 我们不想就是是很稳定 但是既然就是这个想法在心里很久了 如果不实现的话 就觉得 这人生就感觉 那个会多一种可能性 然后所以 如果到最后真的是失败了 我们可能也不后悔 可能我们可以再去完善自己 再去学 然后再去 因为稳定的工作可能 抱着那个念头 然后实进大学 其实小时候可能确实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未来自己可能不会一辈子的去做一个会社员 而是应该有一份自己的视野 那对于我自己的个人理想 那我肯定也会向外国人更多的介绍中国最漂亮的地方 但是 他成功了 他却从来不会告诉你他为什么成功 所以说 无数的年轻人在看到了天上有这么一颗星星之后 就飞奔过去 结果就搞忘了自己脚下是有一个大坑的 就英国有个作家叫Dickens 他说写了一本书叫双城记 双城记的话 Tale of Two Cities 它里面第一句话就是 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就在那边 但 influential 那是最好的时代 是三本乌生还是最大的风格 就是最坏的时代 就是iyas 所以说 相机unch的 感谢观看